天氣變冷了 最近有民眾發現日本的UNIQLO 秋冬部分商品已經秋秋變貴了 像是羊毛外套漲了大約是兩百多塊錢台幣 甚至明年還有三項主打商品也預計要漲價 台灣的民眾恐怕要先做好心理準備 天氣冷色所有穿的保暖很重要 不過現在壞消息傳出來 就是日本的UNIQLO部分商品宣布韓長 因為日元貶值加上原物料價格飆升 利潤大大減少 導致難以維持原定價格 日本UNIQLO罕見調整了2022年部分秋冬產品 像是羊毛外套算下來就漲了約兩百多台幣 如果可以不要漲價當然最好 薪水跟漲價不成比例 一兩百可以 一個四五百就有點多了 不過漲價潮還沒完 日本UNIQLO2023年也將有三項主打商品 預計變貴 像是春夏系列西裝外套 將標迫1500元台幣 但標榜機能會提升 而女款抗UV連貌外套 和南版的彈性多色牛仔褲 也通通貴了兩百多台幣 可能會在機能性上面 或者是在一些相關的功能 這種所謂的設計上面去做提升 來增加設備者購買的意願 不過實際詢問 台灣UNIQLO表示目前還沒有收到 任何總部相關訊息 然而同樣很夯的服飾品牌GU直言全球部分商品 秋冬早已調漲 另外台灣的無印良品則是年初有降價 目前沒有漲價計劃 看來想保暖穿西衣 恐怕藥究竟荷包 解約追求劉宇宣 台北宋報道